今天的工作號可以 可以加班 可以加班 市長昨天民進黨召竊 那因為那個韓吉的國際慣犯是直接自由在國門進出 就有人在擔心說國門不適合 反而會不會導致世大運未來的反恐去出現問題 畢竟我們沒有在國際刑警組織裡面 其實齁 不過這涉及國家安全 其實老實講我們現在這種名單都是直接跟美國討的 雖然台灣沒有在國際刑警組織裡面 像我們這次世大運所要的資訊 因為目前畢竟我們台灣跟美國跟日本是相當友好 特別是因為美國的資料最完全 所以據我所知我們這些名單 整個電腦系統是美國在幫忙的 可是這民進黨事件會讓你覺得有一定的關係嗎 這個一定會有的 因為台灣我講嘛 有共諜有CIA 這個通通都有 所以就好像你知道齁 用健康狀況來講就是到處都有細菌 所以自己的免疫系統要過好 昨天基隆輕軌在討論的時候 現在好像地方的議長或是說跟民議都認為說 四年可能會跳票 對他們來說太久了 這個坦白講齁 這個 到現在為止齁 可行性計畫都還沒出來 那個2020 它是哪一年公設 本來是預定2020 我跟你講齁 到現在可行性計畫都還沒出來 那2020公設是誰講的 所以常常就是齁 還是哪一句話 講南天比火藍 市長那個北門 北門才剛開幕 昨天就破巷啊 這樣發生什麼事 北門昨天竟然有民眾 就開車開上去了 然後那個底磚就破了 這個接下來我們要怎麼 呼籲民眾 開到哪裡 開上北門廣場啊 好嗎 我要回去研究一下那個 那個路障要怎麼做 我不知道 你最新名叫滿意度是引賴清德的 然後另外還有說 有四成的民眾 覺得說你讓大巨蛋停工 是一個很棒的決定 其實我跟你講大巨蛋 我跟你講從頭到尾 我只是一個兼職而已 就是說你要合法嘛 你要安全嘛 就這樣而已啊 你不能整家公司只有兩招 一個不是告人家一個就廢戶人家 這個奇怪 就專業問題專業解決嘛 怎樣才是安全 就叫我來的 後來的 市長送湖超高壓變電所 其實無法啟用 現在有人在擔心說 如果照這樣下去 像這次的用電危機 有可能東區會整個大體電 這個齁 其實送湖變電所 我知道台電已經跟我們講很久 每次跟他講說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 不然你就停電視看看 這個不行 這個總是要有數據嘛 就實際來處理 坦白講這個國家就是這樣 人民不相信政府 他說欸這個不給我改會缺電 我說那你就給他缺一次看看 得到這麼多年也沒有缺過 所以 我想是這樣啦 這個是很重要的問題 當民無信不利 政府講的話人民都不相信 所以他說不蓋送湖變電所會是缺電的 這麼多年也沒有缺電 所以我們就考不清楚到底是會還是不會 無人八 會不會擔心說交通會有問題 無人八 無人八 無人八終究會上線 只是怎麼把它做得更安全一點 但是我認為台灣在ICT產業還是有優勢 所以無人八在 我相信在全世界的城市當中 前幾個會事情成功的應該是台北 因為我們的基礎建設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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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